釋迦牟尼佛前世做猴王 故事有沒有聽過 有一隻猴子 帶了五百隻小猴子 在山裡面 這一隻猴王為了保護這些小猴子 跟小猴子講說你們不要隨便跑下山喔 而且這個水果上面的果實喔 你們在前面一定要把它吃光 因為掉下去流到水裡面流到人間去 人家說哇這個樹的水果那麼好吃 人就會跑到山上來 看到你們小猴子就會殺喔 所以告訴他的小猴子一定要保護好 好啦 但是偏偏有一隻小猴子不小心 有一隻大大的水果居然沒有忘了摘 沉手 噗 掉到水裡面 然後流流流流流流到山下 哇 山下人撿到這麼大一個水果 就交給皇宮的人 皇宮的人交給皇帝 皇帝看到這麼大水果太好啦 就叫規定裡面每一天給我拿一個 哇 撿到了帆了 就這麼一個哪裡來的啊 後來一定是從溪裡面流出來的 結果啊 那個時候啊 這個皇帝就帶了好多的人 要到山上去找水果 結果上去的時候才看到那些 哇 原來五百隻猴子在上面 國王那時候改個命令 來來來 大家來設猴子比賽 誰設的最多有獎 結果他們正在射猴子的時候啊 那隻猴王看到了 怎麼辦 我要怎麼救我小猴子 那隻猴王啊 很大的力氣 就往對面的河一跳 跳到那邊 然後抓了一隻藤條 綁好在那邊 又跳回來 但是那隻藤條太短 他只能用他的後腿抓那個藤條 用他的前腿啊 那麼抓到前面的樹 一直喊小猴子小猴子趕快從我身上跳過去 用他的身體加上那個猴子的神度 才夠那個長度 五百隻小猴子就從他身上一直跳 一直跳 一直跳 一直踏過去 等他全部五百隻小猴子踏過去的時候 這隻猴王已經受傷了 全身都裂開了 因為為了救他小猴子 那個時候那個國王都嚇壞了 一隻猴子都懂得保護他的老百姓 我做一個國家人亡 我每次都是叫別人衝我在後面 哎呀 他就叫人家趕快射箭 射死那隻猴子嗎 不是 因為他前手抓著後面把他綁著 他放也不放 射下去讓他全部兩個斷掉 底下用網子把他接下來 他說猴王啊猴王啊 原來你這麼偉大 那隻猴王說 國王啊 我快死了 請你用我這種方法做參考 去保護你的老百姓嘛 你也知道我這樣子犧牲就是為了保護我的小猴子 你也請你不要殺我的小猴子好嗎 那個時候那個國王啊 就頒布全國不准在上山 不要在接近的地方 絕對不准殺猴子 這隻猴王是誰 釋迦摩尼佛 釋迦摩尼佛還做過相王的故事 有沒有聽過 有啊 對啊 我講很快 但是你趕快聽 沒有聽過把它背起來 有一隻象王 他是森林裡面之王 每一隻動物都是他管的 這隻象王啊 就在一個大湖泊裡面 保護了那些小動物 大家不要互相殘殺 都吃水啊 喝 吃水果 結果有一次這隻象王啊 去外面散步的時候 走出去的時候 走到大沙漠 哇 看到有一堆人在那邊 這象王說奇怪啊 你們這些人怎麼在這個地方 那七百個人嚇壞了 已經夠倒霉了 被國王放逐 沒有東西吃 沿路已經死了一半了 又碰到一隻怪象 會講話的怪象 大家都嚇壞 那隻怪象說 你們不要怕 你們不要怕 就算犧牲生命 我都會救你們 然後 那些人就說 那你怎麼救我們嗎 象王說你們怎麼會在這邊啊 他們就講啊 我們被我們的國王放逐啊 死了一半了 沒有水喝 沒東西吃 沒地方住 沒水喝 沒東西吃 沒地方住 你能夠解決我們這三個問題嗎 那隻象王說可以 象比比起來 你們繼續再往裡面衝 再支持一下 兩三個鐘頭 你們就看到一個大水壺 經過那個樹林 你們趕快喝水 各位 這樣對嗎 因為他們進去喝水 沒有東西吃 就會殺裡面的動物 象王怎麼會做這種事呢 所以 象王自己就想 要救人 看到人苦難不救 不慈悲 但是要救人 沒有方法 就沒有智慧 各位 佛教是講 慈悲以智慧喔 好心腸要包括什麼 好頭腦 這兩種要結合 所以 那次象王也跟他們講 當你們喝完水以後 請你們不要隨便吃裡面的食物 你們繼續往前面走 在山崖下 看到一隻大石象 你們就吃他的肉吧 這一隻大石象 你們吃完以後 你們都用他的肚子裝水啊 進去往裡面走 看到一片大平野 你們就可以在那邊住下來 你看 咀嚼他們喝的 吃的 住的 結果這些人就很高興 真的喝到了水 大家很高興 喝完水以後 大家就找啊 真的在山崖下 看到一隻死象 那隻象是誰 就是那隻大白象 當他們在喝水 他跑到山來自殺 各位 不能隨便自殺 自殺要下地獄啦 但是如果他今天一個人自殺 可以救幾千幾百萬的人 那麼 你才有值得自殺 佛陀做相王的時候 他所犧牲自己的生命 來救一切動物 也救這些人 所以這些人就吃他的肉 因為太餓了嘛 結果吃到一半 一個女人就哭啊 為什麼哭你知道嗎 他摸到那隻象鼻子 原來就是這隻象鼻子 他特別記得指的那個方向 救他們的命啊 那個女人說 我們不能吃啊不能吃 是這隻象救我們耶 那個時候裡面一個冷靜的男人說 你們要吃你們要吃 因為這隻象如果你不吃 你們大家活活餓死 這隻象不是白白的 犧牲了嗎 不但要吃 而且要懷著慚愧心吃 感恩心吃 各位你在吃雞腿的時候 有沒有感恩心啊 有沒有慚愧心啊 因為他犧牲他的生命 你才吃得到嘛 所以以後你吃到肉 你要有感恩心 慚愧心 你死掉犧牲你自己 我才吃得到 這樣了解嗎 因為不要說 喔 雞腿 本來雞腿養來給我吃的嘛 那這樣就不公平了嘛 對不對 我們講公平 像你小時候 你肚子餓 晚上再哭 媽媽會不會起來泡牛奶給你喝 會喔 那你在那邊喝牛奶 喝飽了以後 又睡著 媽媽就好高興睡著 然後就到廚房去洗奶瓶 當他在洗奶瓶的時候 看到地上有蟑螂 噓 給你死 各位 你晚上為什麼哭 肚子餓 蟑螂為什麼晚上跑出來 肚子餓 差那麼多 不公平 所以佛要我們公平 對不對 你餓和牛奶 蟑螂餓 拿糖果給人家吃 像我都是這樣耶 我每天要出來外面 三天 我就準備三天份的 我住的地方有二十隻蟑螂 幾隻我都算得很清楚 我準備一堆食物 我還知道他特別喜歡吃 那邊喜歡吃果子牛奶 那邊喜歡吃椰子餅 各位 我回到家 我都不會孤獨 哎呀這些 我回去就算滿第一號呢 滿第二號呢 好 佛要我們學習 對一切生命都要有愛心 這樣你會覺得好快樂啊